好,大家好,我们今天开始上课 在第五章中呢,我们讲了数字信号的基带传输 在那一章中呢,我们学到了什么呢? 基带信号,数字基带信号的表示方法 功率谱的这种分析 还有呢,在数字基带传输中碰到的问题啊 以及解决方法 这一章呢,我们开始呢 就是数字调制系统的这个研究 数字调制系统呢,也称为数字平带系统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看什么是调制 及其他的分类 所谓调制呢,就是要用一传输的原始的基带信号MT 去控制高频的正弦载波 或者是周期性的脉冲信号的某一个参量 使得它呢,随着这个原始的基带信号发生变化 那么这个原始的基带信号呢 在这里呢,我们就叫做调制信号 根据这个 原始基带信号 它的取值是那个 连续的信号 还是离散的 数字信号 我们又把这个调制呢,分成模拟调制 还有数字调制 那么在这个调制的过程中啊 这个高频的正弦波 或者叫做周期性的脉冲信号 那个是呢,称为载波的 被称为载波 这载波呢,是要携带调制信号的信号 那么根据这个载波的选择不同吧 当你选择正弦信号作为载波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的调制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称作为正弦波调制 当这个载波呀 选那个脉冲序列 作为载波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调制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脉冲调制 那么 因此呢 从那个调制的分类上呢 有这样以下那么几种哈 比如当载波选用高频的正弦信号的时候 如果这个原始的基带信号是模拟信号 那么对应的调制呢 我们称为正弦波的模拟调制 当那个基带信号取这个离散的可数的数字信号的时候 对应的那个调制呢 我们叫做正弦波的数字调制 那么再根据这个调制信号呢 去控制这个载波或者叫改变载波的 是正弦波的啊 是幅度啊 频率啊 还是向位 那么我们这时候呢 又把这个载这种调制呢 分成是幅度调制啊 频率调制啊 向位调制 那么对应的呢 在模拟信号中有AM、FM、PM等等哈 对应的数字调制呢 我们也称为 也是对应着有调幅、调频、调像 但是呢 在数字调制中呢 我们也称这种调制呢 称为ASK、FSK、PSK 那么当这个载波呀 选这个脉冲序列的时候 那么同样的 依据这个基带信号的取值不同呢 我们又把它分成脉冲模拟调制 脉冲数字调制等等 那么在这个相关的章节内呢 我们也会讲到哈 那么这一章中呢 要讲的就是正弦波的数字调制 所谓这个正弦波的这种调制哈 那其实呢 就是完成这样一个啊 就是过程 它就是基带信号啊 和一个载波呢 通过调制器以后呢 输出的就是我们的 我们所说的以条信号 以条信号 那么基带信号呢 我们可以假设 它的频谱呢 为Omega 它的频带呢 被限制在0到OmegaS 这样一个频带范围之内 那么这个载波呀 在这里头呢 我们其实把它的幅度规划了 不失一般性 对吧 那么它这里头呢 我们可以认为 它的幅度是个常数 所用的载波的频率呢 是OmegaC 向位呢 在这里头我们规定的0 其实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是任意的啊 那么我们知道 实域上的这个正弦波啊 这个正弦信号 在频率上是什么呢 表示为一对冲击 从频谱图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 是表示为位置 在OmegaC这个位置上的一对冲击 那么这个调制器呢 其实啊 完成了这个调制功能呢 就是呢 一个乘的功能 乘的功能 那么根据我们前面 在信号与系统中学过的 这个调制定理 实域上相乘 频域上是什么呀 卷积 那就是 其实就是这个 基带信号 和这个冲击序列的卷积 对吧 那么得到的呢 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的频谱啊 从频率上看 这个信号和这个卷积啊 得到的结果呢 就是这样 从这个 以调信号的频谱 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 第一个 从频谱的形式上看 调制前和调制后 它的形状发生了变化吗 没有 它只是这样的一个 频率的过程 对吧 在幅度上呢 原来的信号 和调制以后的信号呢 有一个固定的 一个系数的变化 对吧 在那个前头 我们讲过 对于传输来说 我们说这个信号啊 无时真的传输 其实呢 是允许这个信号 有一个固定的延时 还有一个什么呢 幅度上的固定的增益和衰减 我们认为这时候信号 是无时真的 对吧 无时真的 那么 如果从这个 调制前后频谱的变化上来看呢 我们也把这种调制呢 叫做线性调制 线性调制 所谓的线性调制呢 就是以条信号的频谱结构 与基带信号呢 是相同的 对吧 它只是简单的频谱搬移 比如呢 我们待会要讲的ASK 那么对应的啊 对应的线性调制 是不是就有非线性的呀 那么 所谓非线性调制呢 那就是 以条信号的频谱结构 与基带信号呢 不同 在以条啊 以条信号呢 有新的频率成分出现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非线性调制 我们在这一章中的后面要讲到的FSK呢 应该是属于非线性调制 那么现在呢 定义了 调制 还有调制的分类 我们可能想呢 我们第五章 我讲的基带信号 这一章呢 讲那个数字的 调制系统 或者叫频带系统 为什么要进行调制呢 我们知道 在我们进行数字通讯的时候 大部分碰到的信号 比如说是雨声信号 编码以后 或者呢 是计算机出来的信号 它要通过不同的信道传输 比如呢 可以通过光纤 比如呢 可以通过无线信道 甚至上到卫星去 但是这样的一个常用的这个信源的信息 能不能直接送到 比如说无线的信道中去呢 不行 对吧 为什么呢 就是每一种信道呢 它有一个特定的 适合于传输的一个频带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传送的信息呢 要通过调制技术 在这里呢 用到了它的频率搬移技术 把它搬移到 适合于传输的这样的一个频带上去 也就是说 为什么要进行调制呢 它第一个重要的那个原因呢 就是频谱搬移呢 通过频谱搬移 使得这个 你条信号呢 能够适配信道传输 就是适合于这个 传输的这个频带上去 第二个功能 我们知道呢 在通信中啊 资源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 一个一个 那个 就是越来越 被大家认识到重要的一个 一个资源了 就是信道 那么 通过调制呢 我们还可以实现多路复用 可同时的传送几个信源的信号 那么这样呢 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这呢也是我们现在进行调制的一种原因 还有呢 就是我们通过调制的时候 不同的调制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 就可以扩展发送信号的带宽 以便在有噪声的信道上 传输的时候 能够增加抗噪声的性能 比如呢 我们后面要讲到的啊 非线性调制 它那个传输带宽 宽了以后呢 它在抗噪声的性能上 会带来一些 就是那个好处 那么这个呢 也是值得那个 注意的哈 还有就是我们知道呢 调制呢 有很多很多种方式 那么大家要注意呢 调制方式的时候呢 不同的时候 它的系统性能不同 是不同的 那么在这一章中 这一章中 我们讲的数字调制问题 主要啊 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是二进制数字调制的原理 还有呢 这个二进制数字调制系统的 抗噪声的性能 还有呢 就是二进制数字调制系统的 性能比较 当然有二进制系统 对应到我们也还有 多进制调制系统的 这种以上的分析 以此呢 在此基础上 还有派生出许多其他的 改进型的数字调制的 这种方式 那么这是这一章中 主要的内容哈 那么我们今天 这节课要解决的问题呢 主要呢